三年级华文第八页 好小朋友们 让我们来先朗读一下课文 我依照说明书上的指示 种植磨豆 一个星期后 罐子里的种子发芽了 泥土里冒出顶着豆瓣的芽 就像戴着小帽子 小帽子上还刻着几个字 是对不起 好小朋友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进行道歉 还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真的是让人生气了 然后一个星期过后才看到你诚意的道歉 你们觉得会不会太慢一点呢 虽然说这个方式是非常的特别 看到这个对不起三个字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会心一笑 但是时间方面的确是拖得蛮久的 所以小朋友们 你们在读这课文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妨就是反思 这样子的做法恰当吗 是不是直接的口头的道歉会更加有效率 就是可以马上平息别人的怒气 对吗 好 我们再重读一次 我依照说明书上的指示 种植磨豆 这就是磨豆 很特别的一个豆 当它长出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豆子的上面呢 芽的上面呢 还会有刺的哦 一个星期后 罐子里的种子发芽了 还需要等一个星期哦 那还要有耐性 如果接受道歉的人呢 没有耐心去照顾啊 那等不到一个星期 把东西丢了 或者是收起来了 那就看不到你的道歉了哦 所以这个道歉的话呢 还未必能够真正的发挥效果哦 如果种的人呢 没耐心或者是干脆不去种它的话呢 可能就看不到它的道歉了哦 好 泥土里冒出顶着豆瓣的芽 就像戴着小帽子 所以这个豆子呢 它发芽过后啊 它的芽的顶端呢 还有一个豆瓣 因为豆瓣呢 它的表面比较大 所以豆瓣上面呢 还可以有字的哦 所以的确是要有这种特殊的植物呢 才能够显示这一个对不起三个字了 一开始呢 这个豆瓣呢 是埋在图里的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要等到它发芽 发芽后 它的豆瓣长高了 才可以看得到这个对不起三个字了哦 好 小帽子啊 你们可以看这个图片里头 这个样子呢 的确是像一个小帽子 那小帽子上面呢 是刻着几个字 总共是三个字 那就是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这个呢 因为我们叫做magic words magic words 神奇的字 神奇的字 怎么样神奇呢 当你说出对不起三个字的时候啊 对方呢 往往都能够被你软化 所以对不起这三个字呢 可以不妨经常挂在嘴边 让你得罪的人啊 就是可以原谅你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实际上的行动去化解那个对方的怒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原来弟弟上次打破了我最心爱的玩偶 所以向我表示歉意 所以向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了原来弟弟上次打破了我最心爱的玩偶 所以向我表示歉意 所以他是弟弟弄坏了哥哥的东西 那他其实弟弟是感觉到非常的抱歉 但是呢 他没直接用口头的方式道歉 或者已经道歉了 但是他还是声表歉意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魔洞 真心诚意的向哥哥道歉了啊 我马上写了便条给弟弟 我马上写了便条给弟弟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看 学一学便条要怎么写啊 便条要怎么写 弟弟我早已原谅你了 你不必介意 你用这神奇的魔洞向我道歉 真是与众不同 谢谢你 好弟弟 这是写给弟弟的啊 所以对象你要写给谁 这便条要写给谁 就写在最顶端的左边 然后放一个冒号 放一个冒号 然后呢 再写一个简单的讯息 我早已原谅你了 所以哥哥已经原谅了弟弟 你不必介意 就是不需要把它放在心上 你用这神奇的魔洞向我道歉 这的确很神奇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嘛 真是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呢 就是跟一般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很特别的 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所以也会带来惊喜 与众不同的礼物呢 往往都会让人带来惊喜 所以要记得要写谢谢你 然后呢 你是谁啊 你是受便条的人的谁 这边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再写上日期好不好 好第九页 第九页 好小朋友们 让我们来跟着这个汉语拼音 一起来读一读吧 冠 冠子的冠 详 详细的详 孔 孔就是动的意思 鼻孔 度 度数的度 温度的度 凉 凉好的凉 撒 撒上的撒 凉 测凉的凉 隔 隔壁的隔 隔天的隔 依 依然的依 依靠的依 帽 冒险的帽 感冒的帽 戴 戴帽子的戴 帽 帽子的帽 偶 玩偶的偶 偶像的偶 欠 道欠的欠 量 原谅的量 借 借意的借 借入的借 重 众人的重 大众的重 好小朋友们这边有一些字 让你们了解要怎么写 然后呢你们在家也可以动笔写一写 每一个生字呢我们来写十次好不好 好 罐 罐头的罐 罐子的罐 量好的量 隔天的隔 感冒的帽 冒险的帽 带帽子的带 帽帽子的帽 偶 偶像的偶 玩偶的偶 借 借意的借 借入的借 重 重人的重 好 词语运用 这边呢有 六组词语 那老师在这边呢准备好了句子给你们了 然后你们在家可以拿来抄一抄 你们在家可以抄一抄 详细 让我们来做一做这个造句好不好 详细 医生详细的询问了病人的病情 然后对症下药 医生详细的询问了病人的病情 然后对症下药 好 详细呢就是很仔细的 一步一步 很仔细 慢慢的做 很详细的做 很认真的做 我们叫做详细 好不好 所以医生很详细的询问了病人病情 就是他必须要问的很仔细 要很专注 很努力的去询问那个病人 很积极的去问病人的病情 因为要问的清楚 医生才不会用错药 对症下药就是要用的对的药 然后呢 可以让病人很快的康复 充足 充足 让我们来看看这句子吧 只有有了充足的空气和水分 只有有了充足的空气 我们加一个词好不好 好 只有有了充足的空气和水分 种子才会生根发芽 这就是植物发芽的基本要素 那就是要有空气 要有水分 还有适当的温度 太冷的话呢 种子也不会发芽 好 那小朋友们你们要了解哦 阳光呢 是在种子发芽过后才会需要的 当种子长出芽 长出叶子呢 才会需要阳光 所以呢 一开始种子要发芽的时候 只要有适当的温度 可能阳光可以提供适当的温度 所以呢 一开始啊 种子发芽的要素呢 其实是要有空气 要有水分 还有适当的温度 三 良好 良好 就是优良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 就是优良的 好的 它的反应词呢 是恶劣 好 第四 少量 少量 我先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等油热了才炒菜 我先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等油热了才炒菜 少量 少量就是一点点的 不多的 倒入少量的油 因为现在我们呢 都很注重健康 少油少盐嘛 所以在炒菜的时候呢 只需要少量的油 好 第五 心爱 就是很喜欢的 我们叫心爱 这是我妹妹最心爱的布娃娃 这是我妹妹最心爱的布娃娃 好 第六 神奇 好 神奇就是让人无法自信的 超乎一般人所预料的东西 我们叫做神奇 世界上神奇的事 还有许许多多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世界上神奇的事 还有许许多多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好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课文朗读 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 谢谢